M2青刺方超能奶昔 邀您貢賞 媽媽好神 俗女家務室 那我們馬上來看第二條 第二個 家人出事 家人出事 他們真的很常 這一定超常 因為像我之前就有個員工 他很厲害 他就來要請假 他還拿著婦文 說他的外婆 阿嬤過世了 來包白包給他 對 然後好死不死 他請假第二天 因為他其實請兩天 第三天要三天 可是第二天晚上 他一家大小 全部來給他捧場 因為他是剛進來的 你知道剛來 來要給他捧場嗎 對 這也太剛好 因為他走進來 那我也不認識 因為他是新來的 所以我跟他家人 其實也不是那麼熟 可以知道他走進來的時候 我們另外同事 就另外一個員工就說 鄭莉姐 那個是他家的人 他外婆不是故事了嗎 算一算剛好第七天 要回來了 所以後來知道 以後你知道 那阿嬤是站著吃還是頓 當然是站著吃 阿嬤是 而且我跟你講 火鍋店 火鍋店還都是菸 有時候真的 就是飄飄進來 你會真的看不到 公眾人員 看菜過去 還很怕穿過 對啊 所以我覺得有些家人 真的很倒楣 動不動就變成生病了 沒錯 所以後來因為被發現了 我就扣了他兩天的薪水 然後還要叫他請員工 就是可能喝飲料 對啊 因為以前請假 最常的一個型態 就是 都在詛咒家人 什麼誰誰誰走掉了 阿嬤最常 對 都在詛咒家人 後來發覺其實詛咒家人 會帶來運勢上頭的不好 真的 對 運勢就升級了 就開始 比如說什麼 自己的家人貓狗生病了 什麼的 然後就是狗 叫我家人出生 因為他所要生小孩 對 他希望看到母子均安的畫面 但我跟你說 你如果說 那是如果請假是 員工跟主管之間的事 那就算了 對 我們之前是被其他同事 他一直請假 我們被搏擊到 因為他 那時候我在補習班 那補習班一個班幾次 你怎麼 你做過好多工作 對 而且還在遺廊嗎 他在跨行是跨很遠 對 跨行真的好 對 我那時候在補習班 我就一個班級 要有一個班導 跟一個輔佐的行政 然後他是幫 他是輔佐我的行政 可能幫我改作業 然後發作業那一些 可是他就是來的時候 第一個禮拜吧 突然就說什麼 然後生病 然後我想說是怎樣 講到快哭了 我說沒關係 那我幫你跟主管講 你趕快 你先去 就沒關係 就第二個禮拜 又說 然後人送到醫院 然後醫院多遠 你知道不在本縣市的 因為他拜託外地工作 出車或什麼又要去看 第三個禮拜又說 然後我就覺得 他家風水很不好 對 然後我已經講到 第三次我跟主管說 那個小雲 然後主管說怎麼樣 我說你知道 你知道是不是 他說對啦 你講 結果後來我們也不好意思 講他什麼 因為畢竟那是不好的事 然後你也不好意思去懷疑 不好意思質疑 對 而且當時我又為人師表 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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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做這種 對 她都敢說了 妳就得信 結果後來他那一天就是 那個他就請假不在 我剛好有急事要聯絡他 打手機他都沒有接 是因為好像是有個 有個家長要問他們學生的事 打手機都沒接 那我們主管就說 那欣美你打去他們家好了 因為補習班也是四話 我就打過去 結果他媽媽接了 結果講一講我就說 阿姨 你吐血有沒有好一點 因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媽媽當時 是為什麼吐血 我只記得吐血 我也是關心他 對 他媽媽用所有畢生 學會的三字經罵我一頓 你才吐血 你成家才吐血 那西醫那時候我詛咒 他一直給我嚇... 嚇到沒有啦 然後我想說 阿姨 好 那個阿姨 我記錯了啦 我記錯了啦 是樓下的那一個啦 樓下的阿果啦 不是女兒子啦 不好意思喔 好衰喔 還要去補個別人 他就這樣 對啊 你要做消息啦 對 終於有不被罵 對 可是我覺得 他們的家人更衰 對 我自己有遇到啦 就是我那個 我自己那時候 在上班的時候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動不動到了 譬如說週末 禮拜五 他就會說 等一下要不要去哪裡 我們去喝一杯 怎麼樣 我就說 現在中午 下午 你怎麼都會 都會有空 然後就是約我出去 我說我在工作 然後他說我叫你一早 一定可以 每次都可以請假成功 然後我就 那我就想說 那我聽聽看好了 原來他都是每一次 他都去 他說很簡單啊 你就去網路上偷一些梗圖 就是比如說 打點滴 就打點滴的圖 對 然後工記 你就去搜集工記的圖 然後就收集各種套圖之後 你就可以每一次 都可以用不同的理由 來請假 所以每次就寄一個大點滴的 給老闆看 請假就對了 因為圖有真相嘛 對 老闆就是 老闆其實大部分都是 看到那個圖 他也不太會去質疑什麼 對 大概三個月之後 他就打電話跟我說 他說他被公司開除了 為什麼 他有一次也是PO一個 點滴的圖 然後他就說 可是那個 他的主管就 之後就說 你可以不要再用這些圖 來騙我了嗎 老闆怎麼知道 老闆因為他的點滴 他打得不是會有個手嗎 對 然後那隻手那個水晶指甲 太耀眼了 對 他那個水晶指甲是反光的 你知道嗎 因為他男生嘛 怎麼可能做水晶指甲 然後他就顧到上面那個 他有把那個姓名修掉 就是卡掉 可是他這個擺密義書 他的水晶指甲被發現 好 那我們也要來看一下 第三個奇葩理由是什麼 床室問題 這也能請 這種怎麼請啊 我是有遇過一個 我跟你講補習班很多妹妹 那個同志 補習班尺度這麼大喔 不是 學生啦 老師 不是學生 老師 他就是也是用很多種理由 就是 身體駕 身體駕也很常見 對 然後身體不舒服這樣子 結果呢 老闆就直接有一點刺他 說你不要再請假了 你如果再請假 要不要想 你可能不適合這麼累的工作 對 結果後來他就有一天 他真的請 他又請了 我覺得他很敢 結果我就一問就問說 老闆他請假是為什麼 老闆就說 他好像孕吐 就身體不舒服 沒有辦法來 然後我們就說 孕吐喔 怎麼都沒有 都沒有聽過他懷孕 對 然後結果他們就說 年輕人不懂 沒有三個月不能講 對 就只能三個月剛過 他就孕吐了 所以不要說 對 所以後來他們 我們他也就沒 我們就想說 那也是很恭喜他 結果後來他請玩家回來以後 我們都知道他有孕再生 其實大家都對他很好喔 就很多工作也捨不得讓他做 就直接是 你可以早下班嗎 沒關係啊 你想吃什麼想喝什麼 對 結果後來大概過了 一個多月以後他又請假 結果老闆就說 他這一次請假是說 他小孩子留掉了 然後我先跟你們 我先跟你們講 那到時候他回來上班 大家都不要問 免得提起傷心事 對 不要提這一件事情 結果是一直到 大概半年後 就好像是老闆回來 有一次回來 很生氣的在講 就是說在路上遇到 那一個女同事的朋友 才知道就是 那一個女同事 就是他其實前面 是先用孕吐片 然後後面又說流掉 對 那為什麼老闆會氣 是因為你只要補習班之間 會彼此競爭 就老闆的死對頭 那個女生現在在那邊上班 就是他那個時候請假 其實是已經有被挖腳 然後去談的 然後他只是談 一切事情都談好了 大概一兩個月後 他也覺得 我沒有需要騙了 所以我就直接說我留掉 然後說我留掉以後 後面再用理由 就是直接就是 對 因為他那時候說 那老闆應該不要氣 因為他又去 整個流程再走一次 開始領好多那個 他那時候留掉回來 老闆還有包紅包給他 對 我覺得老闆是傷心 因為被騙了 對 被背叛 像我朋友他的 他也有個同事也是這樣 他說因為那個是男生 然後他就跟他主管講說 那個之後我老婆 因為我老婆已經懷孕了 所以之後我老婆 要生小孩的時候 我可能會請假 那因為他不是剖父 所以我只能知道大概的時間 是什麼時候 這個非常合理 對 有個陪產假 他就說他要請 那當然是一定會答應 因為就是 而且不是剖父 你一定沒辦法確定日子 因為有可能會提早 或也後 所以他就他就讓他 他就說好沒問題 你到時候跟我講 那有一天早上六點 他就打開說 我老婆要生了 要生了 所以我要請假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好 OK OK 那可是隔天 那你請假應該是請一連串 因為生完小孩 就是可以請個三五天這樣 那可是隔天他就來上班了 然後來上班就說 你老婆不是生嗎 他說還好還好 誤會誤會 沒有要 還沒要生 那他想說他有請假 他就拿那個 就是要請假證明給他 然後他就拿給老闆看看 然後老闆這樣看一下 因為他拿那個 超音波照的那個給他 他就看說 你老婆才二十週 二十週要生 你也太誇張了吧 那也太早了吧 你也太早了吧 才二十週耶 沒有 我說他要生氣了 要生氣了 要生氣了 然後他幹嘛啊 對啊 所以就是 其實他就是可能 也是要想請假吧 然後就是想說 用老婆這一招是最好的 但太瞎了啦 二十週太早了 對啊 但是我們這一講的是 床試問題 這一題應該最適合力的 床試答了 對 沒有啦 我這個是 請假的問題呢 是在當兵的時候 因為當兵大家都知道 當兵的假期其實都是排好的 對 所以不太能 就臨時請這樣 然後有一天我就去 我就聽到一個很扯的 就是我經過 然後我那個同梯的 他就直接在排長室前面 因為一般我們請假 你如果要 應該是先跟班長 對 然後他直接跳過班長 然後跑去找排長 然後所以這非常嚴重 那一定很重要 然後我就看到他在裡面 就是拜託排長說一定要 拜託可以請這個假 然後他已經講到哭了 然後我想說這麼嚴重 然後那個排長 當然也是會關心他說 到底怎麼樣 如果OK的話 我可以讓你放 接著他就把那個手機 拿給那個排長看 然後上面就是訊息 就是他女朋友傳的 他就說 你這個炮兵 要是再不回來教我打炮 對 這個 因為我那個他是炮兵 他是炮兵 所以他的女朋友 是太想念他了是不是 對 就是可能 因為有時候 但是已經嗆聲了 你再不回來 我要換人囉 對 他就要找別人教 然後他說 你才要找別人教 他就哭你知道嗎 這個很荒唐 但是這個感覺好像又必須 要同理一下 那這樣應該可以同意他請了吧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